欢迎再次观看90年新闻 现在是当地时间4月23日 近日中国的网络疯狂传播一则文字执行 该执行描述提到 广东尚伟美团骑手集体罢工 其因是因为美团不发大于补贴 风雨里来与里去送一单只有3.8元 大批骑手因此不厌工作 美团对骑手罢工的行为 不适合骑手进行协商 适当提高大于补贴 而是针对骑手的罢工展开反击 美团直接从惠东、河岩、梅州等周边多个地区抽调骑手 并对他们给以200元每天的保底补助和实验一单的高价 宁可高价给外地骑手 也不愿给本地骑手提高补贴 副地是震慑罢工的本地骑手 对美大资本的这种做法 工会应当时的监管 不能让资本随心所欲压动人 本地骑手也可以直接和外地骑手成立连同盟 外地骑手接单 单手给本地骑手送单 你们拿补贴 本地骑手拿实验跑单 看看每团能补贴到啥时候 无限制压榨骑手也不是长期办法 也可以限制每个人每天接单数量 提高外卖服务费单价 例如骑手一单 8元每天只能接20至25单 这要点外卖的人少了 送外卖也不用太招 工厂也不用担心招不到人 记得外卖的就出来吃饭消费 商场人流增加了 各位网友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真的此 我们查醒到中国国家媒体 中国青年网 官邦微博账户发布资讯提到 一日有网友爆料 称 广东上尾的美团骑手 已经年日大雨送单 不给补助 集体罢工 并晒出截土 称美团从周边地区 高价抽调骑手补充善为命令 美团外卖 4月22日网 告诉青丰霞 未接到有关善为骑手罢工的消息 及其有关美团外卖骑手待遇问题 我们查醒到 在中国媒体平台网易 在一篇名为 突发善为美团骑手集体罢工 美团公司态度强硬 开展反 这文章中提及 一 美团对外卖骑手采取的政策 可以说是 尝固自己3.8元一单的价格 完全低于 人性底线 2.美团向商家收集的提成也 也非合理 3.美团这个外卖平台 真正的凉头吃 不仅薄歇 外卖骑手也压榨商家 这种模式之下 除了美团自己可以 可谓暴力外 其他地方都以苦难的境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行